我們先看了一下,Firework有三種 StateList的PacketFiltering 或StateFold的PacketFiltering 第三種是Application Gateway Application Gateway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到Application Layer了 Firework本來看到的都是在Transport Layer 主要是Network Layer 跟Transport Layer 現在Application Gateway一定要Application Layer Gateway這個字我們先了解一下 Gateway中文翻成什麼? 閘道,就是進出都要經過這個 我們高速公路的閘道,進出那個Gateway 那Gateway通常在原始,我們先不看Application Gateway本來是在做網路上面的Gateway 跟這個Router、Switch有什麼不同 Gateway也是一樣,不一定是硬體,不一定是軟體 那它做什麼樣的功能呢? 它等於是一個闇,你要進出,要經過這個門 進出,一定要經過這個門 通常在什麼時候做?做Protocol轉換 你這邊是一種網路,那邊是一種網路 我要再做轉換 譬如說你這邊是有線網路 那邊是無線網路 無線網路到有線網路的時候 那個Protocol Data要做一個格式上的轉換 訊號上轉換,格式上轉換 那這個時候轉換 那一定要有Software 一定要有人來做這件事情 那Gateway就做這個事情 Gateway 所以Gateway很重要的一個功能是做 做這個Protocol的Transfer Protocol的Conversion 就是如果是有架構上面做Protocol的轉換 那Application的Gateway就代表說 任何這種應用的資料 它都要經過這個Application Gateway 那經過這個Application Gateway 那做什麼呢? 它上面就會Apply一些Rule 或者Access Control的一些Rule在上面 規則在上面 然後做一些管控 所以說我就可以Select 某些User的Data 可以通過這個 某些不通過這個 我們選擇 譬如說某些使用者 toTelnet outside 這個是個Telnet的Gateway 我們剛才說 Telnet連BPS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 但是呢 總經理跟網管可以 其他人不可以 那就設定了 這些User可以 某些IP的人 他可以Telnet 那所有的Telnet traffic 通通都是設定成要經過這個Gateway出去 那只有這幾個人可以出去 其他人的不能出去 所以把這種Application的 通通導到這裡 等一個Proxy一樣 通通經過 我設定好 然後我在那裡來做Filtering 有的可以過去 有的不可以過去 Proxy也是 Proxy也是 它本來也是做Filtering的動作 把東西記錄下來 做這個過濾 好 那這些Firewall跟Gateway呢 他們都有一些 有些我想我就把它跳過去了 那Firewall 那接下來 所以Application Gateway 大概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後面我們還會談到 那個Web的Application Gateway 那這個Firewall 那這個Firewall 不管是Packet Filtering的 還是Application Gateway的 基本上它都可以 將我們的這個環境 再多出來一個區隔 叫做DMZ DMZ的全名是 Demilitarized Zone 就是非軍事區 南韓北韓 中間38度線 對不對 然後各多少公里 他們有一段是 非軍事區 那個軍人 就是 就有一段是 不能夠 這個 和平的區域 就 叫DMZ Demilitary-sized room 就是 非軍事的這個區 好 那所以Router 其實 你可以把你的自己 變成是 有一部分 就外面的這個世界是 你不能夠信任 untrusted的這個世界 那我加以的是 新人的世界 那還有一塊呢 有一些放 放一些這個 放policy 或一些管制的這些東西 放在這個 所謂的DMZ裡面 所以 你這邊 譬如說 這台機器上面 它就有一些 private DMZ的policy 那public DMZ的policy 都可以在 在這個非軍事區裡面 DMZ這個room裡面 在做一些 這些設備啊 這些事情 可以在這個裡面 或者是某一些 沒有那麼重要的 就是你某一些這個 譬如說 我們常常看到網頁 網頁裡面 網路外部 外部上面 有一些是應用 有些東西只是靜態的網頁 靜態網頁那些東西呢 擺在這個裡面 是OK的 不見得是OK的 擺在這裡面 搞不好別人更容易去 去改 然後去做壞事 但是 它有時候不需要 你這邊 不讓別人access 可是那些public的 那個website 你就可以擺在這裡 如果要透過webservice 要運作 你們一些內部的那些溝通 也是透過webservice在溝通的 webservice在溝通的 web api tv在溝通的 那就擺在這裡 對外的那個網頁的部分 就擺在這裡 所以這個 那parameter的implementation 就是那個區域的大小 到底要多大呢 那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你就擺一個router 或一個router加上 一個firewall 或者是兩個router 中間是firewall 然後合成這個一個dmz 等等 就是說這個 這個 這一個邊界有多大 這範圍有多大 就中間 就是你內外區隔的這個範圍有多大 有各種不同的implementation 就你的不同的實作法 看你的 看你的這個 環境 看你的錢有多少 看你的這個範圍有多少 有多這個 就是說 就是這些這些都是 那dmz這種等於就是比較複雜的 你就畫定一塊 是這個 那當然 一般來講 擺一個router在這裡 就差不多了 如果是比較大的環境 才會有dmz這種 設計在裡面 dmz approach 在兩個router之間 很多traffic都在 那 那 那這些design 我想細節我不談了 大家可以參考 你有這個概念 後面大家都 你都可以自己去看 我就不太多談 因為我們東西有點多 那這個概念 這也是一個 一個從網路核心到 end point 就是說 從 code network security 到這個周邊的 就是那個 範圍之內 核心裡面最安全 然後然後 perimeter 周邊 然後再到 對外溝通 最後到端點 所以這個你可以想成 這個有不同的這個看法 就是你要 你要分析 你的這個 整個系統環境 到底有多安全的話 可以 用layer approach 可以來看 那firewall裡面的 怎麼樣來放firewall呢 基本上有一些這種 食物上面的 大家可以參考 我也不一談 譬如說 我稍微談一下 譬如說你這個firewall 擺在這個security boundary 在security的邊界上面 有種firewall 擺到裡面去 那沒什麼用的 擺在架 你知道你要擺在什麼地方 那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 一些這個 要運作的原則 都在這裡 我就不一一的看了 例子也是一樣 那接下來 這個intrusion intrusion這邊有一個 zero date 的exploit zero date 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試驗預防 立刻就 你過去沒有這個紀錄 我們如果是過去有紀錄 我們有pattern 有signature 等一下我會看 是可以 可以這個 我可以擋住的 那有一些東西 你過去沒有這個經驗 第一次碰到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樣的來 那現在這種 越壓縮越短 現在這些攻擊啊 什麼 通常時間越下 等一下我們看到battern 那時候 壓縮 壓縮 它一個 有的時候 等你 等你有運作 你這個公司裡面 像battern的攻擊 你 你發覺了 再有一些 舉措 它別人都已經結束 它目的已經達到 它目的是什麼 有的時候去做一些廣告啊 有的時候是 有的時候是做 設施要偷東西啊 有的時候 不一定能 有各種不同的目的 那 因為它這個時間都很短的 所以 Zero Day就是 立刻 所以這個 Zero Day 比較危險一點 剛剛我們稍微提到過 這個 WF 這個軟體 主要針對的就是 這個HTDP 那它 它的 呃 它能夠 它的入額呢 是避免到 下面的這幾個TAC Sequence, Injection, Cross-site, Scripping 這些東西 其實是已經很典型的 這個 當然我們現在還沒有 談這個 我們這份課主要就要 談這幾樣東西 這幾樣東西其實 現在 從某個角度來講 在大公司裡面 已經不用談了 因為你在開發的 開發環境裡面 你也可以避免了 然後在這個 router上面 或者Firewall裡面 我也可以加入 我也可以擋住了 但是呢 在一般 譬如說我學ASP 學JSP 我從頭學起的 還有過去的 舊的web的應用 很多還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 它的原理很重要 所以這門課 我們後面還是會 Cross-site, Scripping Sequence, Injection 這些東西 我們還是從原理 會跟大家 會看例子 那web-abricating gateway 它也是另外一個 在架構 在我們做系統的 這個 部件 層次上面 我把它 把這些 可能的 attacks Cross-site Scripping Sequence 這些東西 把它擋住 這些東西 詳細的 怎麼樣運作 也許有些人都已經 了解了 我們後面 再來 比較有系統的 來介紹它 那所以 web-application gateway 是目前很重要的 一個 一個 設備 或一個軟體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 比較 目前 比較常用的 這種防禦的 系統 一個是這個 IDS 一個是IPS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一個是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那這個跟 我們傳統的 detection 跟prevention 不太一樣 我們在 作業系統裡面 有做什麼 有 deadlock 有做預防 有偵測 對 然後再 如果是發生 deadlock 要把它恢復 recovery 那在容錯裡面也是 只要任何系統 發生錯誤的時候 你第一個 要知道它是錯的 不然 你不知道它是錯的 那 就不用談了 你要知道它是錯的 就必須要 要偵測 所以不管是 diadlock 或更不好的狀況 我問你自己現在 現在想要睡覺的 你要偵測 然後自己想要睡覺 然後你才能夠不睡 對 要不然你就睡下去了 對 第一個要detection 對 detect 有時候之上或之下 我們在intrusion 的入侵的時候 我們當然說 做prevention 預防 如果是在作業系統裡面 prevention就比較高 作業系統的deadlock prevention比較高 deadlock 基本上 在作業系統的程式 是不太可能 prevention的 因為你以預防 以預防的話 你其實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所以 但是在intrusion 在我們這個入侵的 prevention 如果真正到以後呢 我就把它給停下來 那就是prevention 接下來的 這個 會發生的問題 對 那有detection prevention 如果 如果它其他的問題的話 那 那可能會 你系統當掉 或是 接下來要回復 後面還有一個在recover recover recover 這系統要 要恢復 復原 那通常在考慮可靠度 就是說 我們 這個觀點檔一開始 有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安全跟可靠不一樣的 安全就是 有壞人在那邊 或是這個 有人想要偷你的東西 有人要來破壞 這是安全 可靠是什麼 可靠是就壞掉了 我城市寫得爛 我這個 我這個硬體出自爛造 對 它就當掉了 它當掉的話 那不是 它當掉有可能會造的不安全 但是基本上 它那個來源是 是什麼 是因為 設計的不好 或是 部件的不好 不可能壞掉 所以那是可靠 那 那 那不管怎麼樣 那安全可靠 你要 你要這個 發生的問題 你要先偵測到 然後呢 最後要 所以是這個 那我們現在看 別人來攻擊的話 來入侵的話 我們要來 來偵測 所以這個 剛剛講的那些觀念 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很多 用在reability 用在 security 用在很多地方 都會這樣 用在自己 就是 用在醫生也是一樣 醫生看病的時候 他先做什麼 做diagnosis diagnosis 是診斷 現在說 做診療 然後再做什麼 做treatment treatment就是 在做治療 他診斷 他看你的症狀 看到 看到這些症狀以後 有什麼樣的 有什麼樣的症狀 然後他做判斷 然後呢 再做treatment 再做治療 再做後面的 讓你recover 所以大概 很多事情都這幾個階段 所以你這幾個階段 如果你有了解的話 你自己大概就會 做判斷 那 intrusion detection 這個system呢 基本上 如果有人要來 我們要來偵測 我們當然就會有 一些所謂的sensor 那 sensor是最早的 embedded系統 就是很多無線的偵測 像我們手機上面 就有什麼 這個三軸加速器 就是sensor 我到了這個 像GPS 某種廣義的sensor 就是我可以sensor到你的位置 我可以sensor到這個 呃 現在我要跌倒了 或我可以sensor到 我現在方向是什麼 像如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用Google的streetview Google mapstreetview 如果用streetview的話 你用sensor 你就可以 我不懂的方向 我就可以看到 我就不用去管 我不要看地圖 我前後左右 我直接看這個 我就知道我前後左右是什麼 那這個 所以sensor當然可以sensor溫度啊 什麼等等等等 可是我們現在sensor 就是sensor